晚上继续和大家聊聊今天的盘面 像这种情况下大跌了一百多个点 打破这三千点这个关卡整数关卡 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很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们总以为这么一个点数呢 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低 但是在这里面跟大家聊的一句就是 不管是底也好顶也好 没有固定的 是吗 对于我们韭菜的打板来讲 今天是要做的就是 翻看一下今天的 或者说前面打的 上朝星期五的打的板 有没有盈利 有没有溢价 溢价的时候走了没有 然后呢 今天的这么大跌的盘面的情况下 很多票呢 扛在的掌停板的时候 他的盘考 松动情况如何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回顾以后 总结反思一下 账户里面 亏钱的 亏钱的是打板的原因造成的 还是低息的原因造成的 什么要区分去面对理性的分析 不要受过多的其他的无关理论的 人的这种言论去影响我们这种情绪 要认可积极的一种模式 对于今天这个大跌的行情来讲 打板客 必须要承受 被人家什么 这个打击或者贬低这种的 情况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所有的打板都是高风险的 在很多人 在眼睛里面或者想里面 都是看着你们打板客 是怎么使的 但是事实上对于今天这种大跌 这么多跌停板的票 这么多下跌的票来讲 你们自己呢 不要因为人家这种议论 就否定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 而是要理性一下 看一看 在今天下跌这么一波行情里面 这种情况里面 低息的追涨的 他们亏钱了没有 这个是最要紧的 你不要紧张看着寄进的被套 而无略的人家 他们同样跟你一样是跌停板的 是吧 当我们买在掌停板 某些朋友呢 不是打板的买在七八个点的时候 大家都是跌停板 你也是亏七八个点 我也是亏百分十 区别在哪里 或者说明天 明天 如果呢 按这个里面政策的导向外 明天会大幅度的反弹 那个时候明天呢 他冲在前面的 同样是我们 这些票 为什么 强者恒强 又是的时候 能扛在 盘面上的 永远是强的票 而是市场 一旦转好以后 反身冲在前面的 也是我们的 所打的强势的票 因此在这方面里面 不是因为某个票的涨了跌 或者说今天 这跌了一百多个点 这个盘面 大家都普跌的情况下 人家这种的 就专门找这个机会 来讲 你打板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但是我发觉 我发觉 有关了 涨停板这方面 打板的不行的人 基本上没有一个 人会说说 怎么打板的 反过来 问本来 大家探讨着 你不要亏那么多 不要打板 但是你告诉一下我 告诉一下我们韭菜 什么方法能赚钱 怎么打板能赚钱 这个才是最真实的 这个市场里面 哪怕我赚钱 也不一定是赚你的钱 也不可能赚到你的钱 是这个意思吗 我低停板了 你那个涨停板了 你赚的也不是我的 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市场里面 也不知道是谁的 所以做好我们打板 坚持坚持我们打板的信念 而且盯好市场里面的龙头 有没有龙头 我讲过龙头是市场供应的 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打 有的时候就打 然后接下来的第二个就是空间板 空间板今天就哪两个 圣泰跟民生控股 民生没有封的柱 那两个是市板的 然后三板是泰木市 什么的三个票在里面 今天打了没有 只是这样讲 至于明天他们有没有议价 就摆在这里 摆在这里面的 明天有没有议价 明天就知道 还有这里面二板的 你看这只是个六个票合起来 二板到四板的 仅仅的九个票 九个票 没有多少个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集中精力 去搞这些 连着首板的 也是27个票而已 有多少个 所以留给我们的打板客的 明天你就盯了这些 是不是 然后呢 有时候呢 到了明天 如果行情反弹起来的话 原来被压下去那些 牛股腰股 可能反山上来的时候 你就注意啊 我前面讲过 我前面讲过 过气龙头不由搞 这个市场里面是喜欢新的 很多已经翻一倍两倍 三倍的那些龙头 它下来以后 你就留意下 不一定要去搞它 我特意的强调过 我们搞的是单边龙 单边板 注意这个 不是什么龙 什么龙都搞 它已经过去一段的 完成它的龙头效应以后 后面的 就基本上不用搞了 但是可以留意它 依照它的这种走势 了解市场里面的一些情绪 以及基金的这种 不动 或者说进进出出 为什么 因为一个龙头拉起来以后 它整个板块 主力或者机构的基金 借用比较深 有时候 为了顺利的撤退的时候呢 有些会一直扶着 这个龙头在高位行着 或者慢慢的下跌 让它们另外那些人 一步一步的退出来 直到最后的放弃 因此我们作为打板客的 在这方面 一定要跟好盘面 今天弱势的时候 就是我们旋骨跟踪 特别小心盯盘的时候 因为所有的新的龙头产商 都是在第一位里面 露出它的龙行的 你要留意看一看 有些朋友老是讲的 龙头龙从二板 什么一板的时候 就去搞三板 现在就是这么多个票里面 那这些就是两板三板的 你就搞了没有 然后等它长了七八个板以后 就回淘 前面应该在二板三板的时候就买 那你现在买了 市场里面就着这么几个票的时候 你干嘛不买 等它长起来的时候 回个头讲 应该在前面买 哪里有这样吵的 是这种说法吗 因此很多这种理论的东西 什么共振 什么体系 什么之类的 我跟大家讲 你研究十年也研究不到 你别说我们一个小韭菜的 去买一两个票 就搞得这么复杂 是吧 哪怕拿一个研究商 一个博士商过来 四年的专业的本科商过来 你叫他解释一下 拿他来解释一下这个市场 让他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股市 北大人大的博士商 叫他来过来解释一下 他能解释清楚 这个市场就不存在了 所以大家不要受那种 太过于什么理论化的东西 炒股炒股 就是买和卖 赚取那么一点点的利润差价 你非要搞得那么复杂干什么 是吧 拿着那几万块钱 十几万块钱 就当自己是一个什么 几百亿的这种基金经理 要研究这个股市 有必要吗 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了这里面的 让市场告诉我们方向在哪里 明天就大反弹 你看看他上不上去 是不是 随便我们变个这些票 研究这些票的时候 不要受太多的 跟这些无关的理论的干扰 韭菜就做好我们韭菜的事情 不要好高物远的 去研究人家那种什么 搞茅台啊 搞凝王那种的思维 我们看的就是看这种票 掌停板我就买 买了以后 明天就拿到两三个点 我就可以买那么一两 两口什么 酒来喝 高高兴兴的就是这么讲的 不要搞得太那么高大上 这里是韭菜打板 接受所有人的批评 但是你要讲出你的道理来 不要讲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反正你怎么讲 我们韭菜搬打板 一样的从高打到低 减少三条纪律 五板不看 只打水上票 不板不打 然后结合我们这种固定的模式 或者主要的模式 基本上每个人 都有那么一到三种的主要模式 市场是怎么情况的 我们就跟着对应的 用相应的模式就上去 这个时候 可以说在模式内是无脑上单 操作是无脑的 思考是用脑子的 记好这个 你要讲大理论的话 完全可以跟你讲 这个票 圣泰集团跟民商控股 为什么现在能成空间板 在今天大跌了一百多个点的时候 这两个票为什么能封板 能上去涨停板 朋友们过来说一说 拿理论跟我说一说 这两个票今天为什么会涨停板 是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 解释一下这两个板 两个票 为什么能涨到第四个板 在这么大跌的市场里面 他们为什么不跌下来 而他们非要封个板 搞个空间板出来 解释一下 用理论用技术 跟我们小韭菜解释一下 为什么能涨到强下来 在评论区里面 在评论区里面 我以为 就按论区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